大家看看这边 临近祥和的地方 这里就是丙中落镇 也是路江美丽宫渡的终点 但是我们的旅程还没有结束 因为藏那边走就是滇藏界 云南和西藏的交界 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物理村 但是物理村要早上去看 早上讲有薄物的时候是最美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教堂 还没有过去 重丁教堂 现在呢光线有点强 如果说再晚一点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远处的雪山 它会是那种金色 非常漂亮 这里呢就是重丁教堂 很有意思 它的门楼呢是一个有点当地风格的门楼 但上面它是一个十字架 这个是练重 重丁教堂 不练虫 它是一个法国人建的 1935年 1935年 36年建的 但是原来的那个 它是毁掉了文革期间 现在这个 看见这个是96年重建的 重建的教堂呢 比以前的规模要小很多了 然后这个那个法国人呢 现在还埋在里面 埋在后面的墓地里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 不让进去参观了 没办法啊 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看 远处就是巍峨的雪山 这个整个教堂还是蛮有特色的 它是这个 欧洲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我们可以拉近看一下 不让参观很可惜啊 我们看了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雪山 因为疫情 今天是礼拜天 他们连礼拜都没做 也不允许做礼拜了 可恨可恨这疫情 什么都能过去 也是一个小遗憾了 现在路修好了 到物理村也没那么难了 这里就是物理村 据说这个地方呢 叫物理村 就是因为长起来 有薄雾的时候 这里最美 在物理里面的村子 下面是汹涌的路江 那怎么过去呢 前面有一个桥 过去以后 然后走小路进来 这边也是 也有一个桥 但是要走一段距离 哇 光线条案 你看这边 你看到雪山 它要光线太亮的时候 雪山看不清楚 这边距离这个滇藏界 还有20多公里 今天是3月22号 一个只能纪念的日子 今天我来到了滇藏界 西藏去过两次了 这次就不再去西藏了 从这里将返回 那么我的幽兰号 也到了滇藏界 值得纪念 这边就是丙茶茶了 丙中落到茶瓦龙到杂鱼 丙茶茶 那么这条路呢 在西藏境内将非常难走 脚下依然还是陆江 陆江在这里非常的汹涌 很激动啊 这算是我第一次步入丙茶茶吧 这里有个外国人进入的标志 因为这是边界了 这还有个钟可以敲响吧 可以敲一下吧 真的可以敲一下 这边是西藏了 现在我跨入西藏 这地方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了 丙茶茶就指着这个 到茶瓦龙 到茶鱼 从丙中落出发 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 互相在这里还是很汹涌的 我也算是跨入西藏了 第三次进藏了 只不过就是到门口就走 这里有很多过路人 祈求平安摆的这个马尼堆 马尼堆 那个就是风马尼 就是那彩色的旗子 风每刮过一片就相当于练了经文 这都是祈求平安的 因为这条路就是比较艰险 路将到了滇藏界 也变得突然汹涌澎湃了 风马尼 这也算是我第三次进藏了 只是这一次就在门口转一圈就回去了 而且据说前往德青的路 风路了 因为大雪 看来这一次滇溪环线 只能终止了 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